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称为大重制 在他的努力中 撒旦一直在利用当今的技术 把这个世界团结在他的新文化和社会思潮之下 撒旦究竟是如何使用这项技术的呢 而且他的新文化和社会思潮又是什么样子呢 在我继续分享之前 如果你还没这么做 请订阅点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 装备更多属神的人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将分为几个部分 几支影片来讲解 我们希望你从头跟着我们开始 以理解着各影响我们这一代 及我们下一代的课题 在第一部分中 我们将首先分析这种现代科技文化 对我们若是青年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第二 我们将辨识撒旦阴险的最终目标 然后揭示他实现这目标的总体战略 第三 我们将分析六种重要的技术类别 当它们整合在一起时 如何使撒旦的全球化战略变成可能 最后 我们将把所有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 以确定圣经几个世纪前预言的 撒旦试图创造什么样的文化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七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我的父母出生在婴儿潮一代 那是出生于1944年至1964年之间 他们年轻时编织橱橘项链 如果听到收音机上播放自己喜欢的歌曲 将会心花怒放一整天 他们手写告白信 偷偷在下课传给心仪的男生或女生 妈妈说那个年代 裙子不能穿太短 而婚前同居是不可能的事 妈妈和爸爸婚前千几次首就结婚了 结了婚 无论日子多难 如何不适应或不满彼此 从来没有想过离婚 只是任命的一心一意 把孩子养大 我自己属于X世代 出生于1965年至1979年之间 花了无数小时吞噬MTV 小时候和弟弟偷看妈妈租借的录影带 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声 从超大的音箱中大声疾呼 我们小时候在园野里跑着笑着 直到吃饭时间听到妈妈的叫喊声才回家 有时候还会给妈妈抓着打呢 而现在出生于1980年至1998年之间的千禧一代或Y世代 出生于1999年至2015年之间的Z世代 忍受着手机脖子的痛苦 他们的生活是盯着充满大量应用程序的手机 同时从无线耳塞中听着偶像歌手的曲 每一代人都有那个时代让人关注 或让人分心的是 每一代也有那些活着被人牵着视线走的人 但是这很重要 过去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的千禧一代 和Z世代那样受到如此多的干扰 有太多的信息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有太多的科技使他们分心 也有太多的娱乐际游戏 使他们沉迷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 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的思维 他们喜怒哀乐的情绪 完全被科技所掌控 尤其是Z世代 他们不敢想象 如果没有24小时 全天获得互联网和移动设备 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圣迪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 让特温格将千禧一代和Z世代这样的特征 分别标记为Me Generation和I Generation 也就是我世代 心理学家针对今天孩子的课堂注意力 做了研究 他们把今天的孩子标记为分心的一代 这些无休止的干扰 严重地影响了孩子们的心理 使他们在心理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项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一项调查中 近90%接受调查的教师表示 数字技术正在创造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代人 在一项研究中 71%的接受调查的教师表示 他们认为技术正在损害新世代的注意力 60%的人认为在线科技阻碍了学生的写作和面对面交流的能力 学生总是对着电脑和手机 他们轻易查询资料 他们失去了创意力极丰富的想象力 此外 几乎一半的教师认为 持续分心也会损害批判性思维和家庭作业技能 今天的世代 他们一直通过社交媒体与他们的朋友保持联系 许多人失去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交流能力 导致C世代发现自己越来越宅 越不喜欢出门 他们面临失业与社会脱节 孤独 昏昏欲睡 身体虚弱 抑郁等问题 许多人开始服用处方止痛药 抗忧郁药物 甚至自杀的可能性 比以前科技术水平较低的一代人 高出了35% 研究也显示 现代许多人在毕业后面对约会问题 很多人到了试困年龄未曾约会过 或可以说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约会 有心理专家表示 将iGeneration描述为处于几十年来 最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的边缘并不为过 而这种恶化的原因 大部分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手机 研究回顾的结果是 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双重兴起已经引发了一场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从未见过的地震 并且有证据表明 我们放在年轻人手中的设备正在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并使他们严重不快乐 这种青少年行为变为情绪问题的负面转变 并不是只有发生在西方国家 而是已成为一种全球文化现象 根据一项报告 智能手机的出现 从根本上改变了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社交互动的性质到心理健康 这些变化影响了全世界各个角落和各种家庭的年轻人 这种趋势出现在贫或负的青少年之间 各种种族背景 在城市、郊区和小城镇 哪里有手机信号塔 哪里就有青少年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 物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到目前为止 影片看到这里 你对我的第一印象 可能认为我讨厌技术是吗 不是的 恰恰相反 我非常喜欢它 毕竟 科技只是应用我们的知识 来解决问题和制造东西 不是吗 科技可以是我们制造的小工具和设备 但它也包括发明和打造这些工具的技能和创造力 因此 我在过去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 一直致力于信息技术的世界 而且在互联网上从事传道工作 追求每一项可能将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达到人们的新技术 今天我把一切荣耀归给主 赞美主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让我们与失散多年的家人和朋友 保持联系的社交媒体 也将我们与点击或流量幼儿者 身份窃贼和网络欺凌者联系起来 在线课程 可以教育在任何地方的学生 但同时也使教育过程失去个性化 让学生的学习陷入真空 这在过去两年的疫情之下 就可以看到 许多学生对着电脑上课 导致的许多情绪与心理问题 并使学习无法集中 任何时刻都可以收到的新闻 信息也使我们处于持续紧张或压力状态 在网上 我看到如此多个方面不同的新闻与意见 也使人们感到头晕目眩和沮丧 技术和连接我们的许多设备 为个人和社会提供了巨大的利益 但如果落入坏人之手 则会产生巨大的伤害 万恶之王 撒旦知道这一点 自从他对人类的腐败影响开始以来 他的计划已经持续了数千年 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当时和现在的唯一区别是 撒旦在他的战略中加入了技术来实现他的阴险目标 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继续和你讲解撒旦的最终目标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他的总体战略 最后我将展示一些技术 包括最热门的话题 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 最终形成了我们的敌人 实现其邪恶目标的终极设备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是装备生命 上帝保佑你